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鼻男 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那么这一集我们接着来关注习拜会 美国呢 现在已经公布了这个 这次会谈 由他们来公布这个全文 到底谈了些什么 达成了些什么共识 那么 这里面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些什么信息 下一步的走势是怎么样子的 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分析 首先第一个 习拜会相隔一年再上演 白宫公布会面内容全文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10月15日到三番市出席 APEC峰会期间 因美国总统拜登邀请会晤 是两人相隔一年之后再次会面 今次习拜会正值中美关系有回南迹象 因此外界关注两国能否在多个重要议题上取得共识 以下为白宫就今次会面的声明全文 拜登总统今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在加州伍德塞德举行峰会 两位领导人就一系列双边和全球问题进行坦生而坚持性的讨论 包括潜在合作领域 并就分歧的部分交换意见 本能强调 美国和中国是竞争关系 并指出 美国将继续投资于本土长处的资源 并与世界各地的盟友和伙伴保持一致 他强调 美国将始终还为资深权利 价值观以及盟友和伙伴 他重申 世界期望美国和中国能够负责任的管理竞争 防止演变为冲突 对抗或新的冷战 来 外国内党在多个关键问题上取得了进展 他们欢迎恢复双媒合作 打击全球非法毒品制造和贩运 包括芬太尼等合成毒品 并建立一个工作小组 以进行关于反毒问题的持续沟通和协调之法 拜登强调 这个新措施将推进美国政府各方位 应对非法合成毒品不断演变的威胁 并减少化学品原料和药液 制药机流入毒枭之手 来问领导人欢迎恢复高层军事交流 以及美中国防工作会晤 简称DPCT 以及美中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 双方议准备恢复军方总司令官之间的对话 最后通话 来问领导人肯定了应对先进人工智能系统风险的需要 并通过美中政府对话提高人工智能安全 来问领导人就关键地面和全球挑战交换意见 拜登强调 美国支持一个联合繁荣安全和有能力的自由和开放印太地区 他重申 美国捍卫印太盟友的坚定承诺 强调美国对航行和飞行自由的这个永久承诺 遵守国际法 在南海和东海维持和平稳定 实现朝鲜半岛的完全无核化 拜登重申 美国将与盟友和伙伴一同继续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侵略 确保乌克兰在这场战争中成为一个民主独立 拥有主权和繁荣的国家 能够在未来的侵略中震慑其自卫能力 而在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意识上 拜登强调美国支持以色列抵抗恐怖主义的权利 并表明所有国家利用其强力防止冲突升级和扩大的重要性 拜登着重 说明普世人权 以及所有国家尊重对国际人权承诺的责任 他就中国侵犯包括在新疆西道和向南的人权表达忧虑 而在台湾问题上 拜登强调 华府的一个中国政策并未改变 并在几十年以来 与多届政府一直保持一致 他重申 美国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做法 希望两岸分歧能够通过和平手段解决 抑制世界关注对台海的和平与稳定 他呼吁中国在台湾地区军事活动中保持克制 拜登同时持续关注中国的不公平贸易政策 非市场经济行为和对美国企业的惩罚性措施 指有关行为损害美国工人和家庭的利益 他强调 美国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 防止新定的美国技术被用于破坏自身的国家安全 同时不会过度限制贸易和投资 拜登再次强调 解决在中国被错误拘留或禁止出境的美国公民案件 仍然是优先事项 双方领袖重申美国和中国人民之间关起的重要性 并承诺推动在明年初明显增加客运航班 投资采取行动全面恢复美中航空运输协议 以支持两国之间的交流 他们亦鼓励扩大教育 学生青年文化体制体育和商业之间交流 两位领导人强调合作加快应对气候危机 关键时间的重要性 他们欢迎两国特使在气候问题上积极讨论 包括2020年的减排计划 共同迈向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可以成功 以及在20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工作组的具体气候行动等方面的讨论 班团表示 美国愿意与中国共同努力解决例如健康安全 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债务和气候融资等问题的跨国挑战 基于双方领袖在2022年11月与巴厘岛会面 讨论制定美中关系相关原则 南无领导人认同各自团队 有各自团队为两个关系探索最佳实践方面的努力 他们强调负责任的管理竞争方面的重要性 避免冲突 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 在共同利益领域合作 维护联合国宪章 所以国家相互尊重 找到和平共处的方式 南无领导人对此表示欢迎 并期待在这一个方面进一步讨论 他们一致同意 双方团队将在三分市的会谈之后 跟进后续的高层外交和互动 包括变相访问在商业经济金融亚太地区 均控和防止核扩散 海市出国管制制法 政策规划 农业和残疾问题等关键领域 进行持续的工作层面的磋商 这个通稿全部都念完了 那么我们要着重来分析 这个通稿里面的内容 那么首先第一个 我们非常关心的这个台湾问题 从拜登的这个措辞来看 他表面上说 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 要求在这里保持 这个军事上保持克制 那么这句话其实很明确了 就是他对台湾 也没有任何的这个管理的 他说我们呢 一直以来都是支持一个中国的 我们跟历届政府一样 都是支持一个中国的 但是在这里 我们反面 在外面改变现状 但是呢 他这次加了一句话 很明确啊 这个是重点啊 这个话我们就是要描红 描出来了 他说希望中国军 解放军在这里保持克制 他没有说一句话啊 大家知道这里面被拆分出来了啊 他原来一直都说 我们反对以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我们反对武统台湾 但是现在是 我们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 要求中国解放军保持克制 这个话已经描出来了 OK 今天习近平跟美国 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美国这次他跟中国的会谈 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美中危机沟通机制 就是你们总司令官 我们说的总司令官是什么呢 比如说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 最主要是总参谋长的 为其沟通机制 然后这个司令员之间的 危机沟通机制 这个电话乐线 要保持畅通 要保持畅通 这是一个重点 那这一次恢复了 但是可能是局部恢复 后续还要跟进这项工作 最重要的是军方之间怎么谈 这个才是重点 现在大家要知道 中美的这两部庞大的国家机器 它的这个就是机器在对抗 什么意思啊 机器已经在在对抗了 不是谁说现在我们不对抗了 我们回到过去吧 就可以的 这是不可能的 你就算高速相撞 在撞击的过程当中 你要掉这个头 这也是需要时间的 对不对 两头大象太庞大了 站起来打架 打的 你就算不打架 你也得先后退吧 关键就是这个后退 先要有后退的动作 然后再有转身的动作 这个里面就是很庞大的 一系列的这个工作都要做 但是 从整体上来讲 这种对抗 是会依旧持续下去的 因为中美两国走到现在 已经不是说哪个领导人 以个人的意志 可以说去改变这一切 那是不行的 这不是说我不希望中美好 而是说在这一块 它是有很多的活要干 有混各方各面 都要去摆平的 尤其是美国 所以说 既然建立了危机沟通机制 我们的这个之前的这个成果 达成了 什么意思 美国到南海来侦查 美国军舰在这边侦查 我们就是以撞击和高速拦截 打干扰弹 信号弹的方式 去给他们极限施压 美国有点扛不住了 它真的扛不住 真的扛不住 极限施压 那么怎么办 危机沟通机制就要建立 建立危机沟通机制怎么办 台湾你要不要管 台湾就不管了 所以它现在着重讲的就是 在东海南海 那么下一句 就是对美国来讲 台湾是我的第一道防线 但现在已经不是我的最后一道防线了 我的最后一道防线 它努力的在 关岛和菲律宾 和日韩之间 这一个三角形 它建立起来这道防线 它建立起来这道防线 也就是说它可以 没有台湾 因为台湾本身也没有它驻军 是它搞情报和侵制中国的 但是它现在重点经营菲律宾 比如说在巴拉旺岛建基地 在巴潭岛 靠近台湾的巴潭岛建基地 这个它就OK了 对吧 这样的话 你巴士海峡的海底管道 它也能监控 你从巴拉旺岛和马来西亚 著名旅游圣地 先本纳这个当中 走到苏陆海 这条线它也可以管控 所以对它来讲 这个管控就OK了 所以台湾呢 我就不管了 我就 我就 我就这个 让你去想办法 你自己想去想办法搞定 那是你的事情 那中国也当然要做一个表态 给它个面子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没有 马上要武统台湾的这个动向 马上 这个马上 是什么意思 这个马上是这个月 还是下个礼拜 还是说这个明年 对吧 但是已经还有一个重要信息 27年到35年 习近平说 没有人给我讲过这个事情 那就是27年之前 也就是开21大之前 这个事情就要解决了 你美国已经答应我了 我这一次 因为崔天凯 他之前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就中国的嘴涕崔天凯 我们的前驻美国大使 他讲得很清楚 只要台湾问题解决好 什么问题都可以谈 OK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谈好的 成绩单非常丰富 美国关心的芬太尼问题 中国协助他一起去打击 美国关注的 中美危机沟通机制 也建立了 也开始逐步再恢复了 经贸问题 大家全部逐步的 惩罚型的关税 各方面全部都降掉 那么 什么问题 我都已经答应你了 都已经跟你去谈了 那么我的问题 你答应我没有 答应了 台湾浪掉 所以他不说 我们反对以武力 单方面改变现状 这句话已经 我们也没听到了 在他这个通告里面 没有了 希望解放军保持克制 就是你不保持克制 我是希望你保持克制 你不保持克制 我也没有办法 所以对我们来讲 这条消息 这就是美国把台湾给 已经贱卖掉了 几乎已经贱卖了 这个重大标志了 台湾就这样 自生自灭了 所以我说过 马英九他们 他们的情报 很明确的 他们收到这种信号了 赶紧蓝百倍 他就说 大陆我们要统一 但是要搞全民公爵 投出来 他也不给你搞了 让你失去希望 对吧 也不给你搞个九十或者十 他给你搞个 五十一 四十九 哎呀 差一点点 马上就要统一了 那我们这个东西 还要在几年之后再搞 怎么怎么样 要给你拖 对吧 这中华民国这帮 他们是不肯放的 他们是既得利益者 中共一统一台湾 能保证他们是既得利益者吗 肯定是不可能的 因为中共是执政为民的 是为台湾老百姓来执政的 又不是为你们这些家族来执政的 是不是 你地方派系 可以保证你的利益 但是你们这一帮他妈咪 坑蒙拐骗 到你们这些东西 能保证你们吗 好吧 所以说这一次中美之后 我觉得在经济上应该会开始热了 做好心理准备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大家